我們家附近的餐廳 最近其實餐廳裡生意都不太好 但是外面等外帶 或者是福胖達很多 因為你進來餐廳 你不可能戴著口罩吃飯 可以啊 怎麼為什麼不行 戴口罩然後這裡就掀開來 所以坦白說在那個場合 如果是在一個疫情高峰期 我是覺得大家儘量是 不要在餐廳吃飯 我這樣講可能對餐廳商家就不好 沒關係 因為現在有外帶 你可以外送 可是確實是 因為事實就如此 你在空曠的地方 然後在人形走道上 你帶著外科口罩走來走去 空氣流通的你帶外科口罩 然後你到那個小吃空間 小吃空間也不過就是 這個攝影棚這麼大小 集了五十個人 然後每個人都是這樣桌併桌的 然後把口罩拿下來在那邊吃飯 你這樣不怕被感染 你在空曠的地方被感染 沒有 我是要說 如果是很奇怪 如果你旁邊 比方說里長你不認識 然後你們吃飯就坐很近 然後他咳嗽你會怎樣 趕快跑啊 這樣就跑啊 這樣就跑啊 因為你咳嗽 因為我其實說 大家都在怕武漢肺炎 可是你們知道說 春節的期間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就十一萬個人 是流感跟淚流感來求診的 其實現在流感比肺炎還要恐怖 我不怕他是武漢肺炎 可是流感也會傳染我啊 對啊 我們還是有其他疾病啊 那剛剛講的是咳嗽 因為你知道有時候空氣 會讓人家鼻子這樣子癢癢的 敏感啊 哈啾這樣子呢 哈啾的話 其實我們就會觀察會看 其實正常人來講的話 應該說我們為什麼要戴口罩 戴口罩兩個作用 保護自己跟保護他人 保護他人就是我自己有病了 我不要去當人型病毒 我把自己的嘴巴封起來 不要到處傳播 然後你保護自己的話 就是我們是近距離的 因為我們是醫療人員 我們要照顧他人 你這麼近距離 我跟你抽談的時候 我是靠這麼近在抽談 我們隔了不到三十公分 然後他的痰可能隨時都會噴到我的臉上 會嗎 會 我被噴過好幾次啊 抽談會噴到滿臉 會啊 為什麼不會 你在車座他是一個壓力值啊 所以他會噴上來 會刺激他的咳嗽 他咳嗽他一咳嗽上來的時候 是整個全部都出來啊 痰整個都在你的臉 對啊 我是被噴 因為我們以前是胸腔那顆 所以我被噴過好幾次嘛 所以我們需要這麼近距離的 所以我才要戴口罩 而且我們要回歸到口罩 那你要不要戴面具啊 面具的話 我們被隔離的話要 你如果是A型流感 B型流感 就是他屬於飛沫 而且是傳播率強的 我們是整套防腹衣跟面具 整個全部都要戴 因為他一噴上來 我們真的不誇張 我們那個面具都要拿下來洗 因為上面就看到一點一點 全部都是飛沫 其實如果醫護人員認為有需要 他要使用這個護目鏡 只要他在做這種侵入性處置 會誘發嚴重的咳嗽的場合 對 他需要使用護目鏡 或者是需要使用口罩 甚至到Angel都是應該用 甚至髮帽 因為他可以 他也可以噴到你的頭髮上 你身上這樣子 所以大家要看你在處置的時候 可能會到什麼程度 你要去調整你的裝備 因為剛剛談到那個打噴地 我曾經碰過那個朋友 他是過敏的 你都過敏了 我過敏了 我鼻過敏了 鼻子過敏 你打噴地會連續打幾次 可以打很多 我跟你講 早上起來可以打個 一二十個都沒問題 一二十個 真的啊 因為我也是過敏的 而且打完也滿生氣的 搶口罩搶到 我那個活性炭口罩 全部我也買不到 因為我是最多是碰過四次的 四次很少 這樣是要找 我可以輕易打四次 這個過嚴重 這樣算少的 你那個過嚴重 我那個兩小時都沒有辦法停 那你的人啊 你旁邊怕死 所以我們不會出去啊 冷空氣也是啊 沒有啦 因為這一次的 如果是針對武漢肺炎這一次 這次武漢肺炎很少 顯少有鼻子症狀的 其實還是會啦 不管你是打噴地咳嗽 都是有肺膜條件的問題 那不過剛剛有 我插個話 因為我有 我有看日本的實驗 就我們打一個噴地 那個噴地大概可以噴1.5到2公尺 更遠 然後慢慢的 它很密喔 然後再慢慢的掉下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是武漢肺炎的代言者 你有病毒 其實你噴到1、2公尺以外 我現在這樣以理啊 所以剛才鄭丹哥我就說了啊 你要保護自己 也要保護他人嘛 你要把嘴子的嘴巴封起來 那你自己覺得你是疑似個案 你在家裡好好待著 你不要出來當人型病毒 趴趴走嘛 對啦 那個就是要居家隔離 可是我意思就是說那我我並不是 我並不是從中國回來 我就不需要 但是你有你如果有接觸死 或是什麼的話 你是像旅遊死的話 你自己也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或者說我平常出外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我有感冒症狀 我有一些 呼吸道的一個系統 疾病的時候 我自己把嘴巴封起來嘛 然後再來就是 我一定要常洗手嘛 因為我不要說 我打了一個噴嚏 因為我們現在不 不流行用嘴巴 這就是不用手去封住嘴巴 我們是用衣袖 因為衣袖不會殼在這裡的時候 然後我是這樣去勾別人 用嘴巴 如果你要打噴嚏 用嘴巴 然後再去抓門拔出去 對 那是很髒 尤其是你在捷運上面的時候 他緊急一個煞車 我到處抹嗎 我跟你講喔 中國今天是有個醫生出來說 二十度的室溫 加上四十度的 四十趴的濕度 那個病毒會存五天喔 那就日本啦 室度相對低 台灣室度很高啊 對 他說五天喔 所以你不要低估喔 那個門把搞不好 他真的存得很久喔 對 有啊 廣東的那個 我們那個時候 SARS時期喔 臺大醫院的急診 曾經封院 原因就是因為 他們當時收了很多 SARS患者 那封院之後 他們去做這個環境採檢 就有非常多的SARS病毒 他們不得不封起來 否則那個急診 已經變成有危險性了 那剛剛也提到說 你戴口罩不是只有 可以預防武漢病毒 你可以預防很多 其他的呼吸道感染 尤其包括流感 那對於現在我們來講 我們越少有患者 有呼吸道疾病 而需要來醫院越好 因為當他們來到醫院 他等於又 暴露新的風險之外 對這個醫療人員來講 我沒有辦法 第一時間分清楚 他現在到底是流感 還是武漢病毒 我必須把他隔離起來 送檢 等檢查結果 我才有辦法把他解除隔離 這對醫療資源 跟整個病床運作來講 都會造成很多的限制 所以這個時候 越少有患者還在發生流感 還在發生其他呼吸道疾病 對我們來講是越好處理 對 所以在過去的經驗 SARS期間其實腸病毒 流感都會下降 因為大家戴口罩跟洗手 所以說其他的疾病 如果洗手戴口罩 會讓疫情下降 會讓其他疾病的疫情 也跟著下降